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有一个文大宿舍案,北市都发局所认定文大大群管违规作为学生宿舍使用,但遭外界质疑台北市长柯文哲连苏打后,也影响学生住宿权益。 柯文哲今早在市长室外受访时喊冤很无辜,不过对于学生担忧会没地方住,租金变高等问题,他则与代保留说我们不会去干涉人家,会由都发局找双方来谈,看怎样对学生权益有最大保障。 柯市府三日定调,又与公司若先与文大签约,再与文大为主体租给学生,违反图管规范,但若由又与公司直接租给学生住宿,则合乎规范。 柯文哲今重申,都发局会找文化大学,又与来谈,对于侯有一办公室要求都发局道歉,局长林周敏也会逐条回复,会依法行政,公开透明, 谈到外界质疑此举有连苏打吼意味时,柯文哲无奈说,他觉得很无辜,之前在走程序时,人家说他包庇侯友仪,现在公布了,又被说他们是连苏打吼,其实我从头到尾是站住不动,是大家跑来跑去,但每个人都认为我在移动。 由于传出学生担心住宿受到影响,甚至租金变高,柯文哲今说我不晓得,他们不会去干涉人家,但他的态度很清楚,不要管这是谁的房子,当成一个检举案,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,牵涉到学生权益部分,就把双方找来,看怎样对学生权益有最大保障。